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2号 星期三 关于川普的弹劾案 很多的观众还非常的感兴趣 一定要问我怎么样了 川普弹劾案怎么样了 川普的弹劾案 说实话 我不是特别愿意说 为什么 因为毫无悬念 你稍微就是说 对美国政治有一丁丁点了解 你都知道 没有悬念 就跟台湾大选 台湾大选之前 我也不太愿意说 有的观众跟我说 这台湾大选政治热 你要多说一说 这也有人看 我不愿意说在哪 就是台湾大选 也是实际上毫无悬念 一边倒的选举 我这种东西 一旦没有悬念之后 我就没有兴趣了 激发不起我的斗志来 你知道吗 不过既然网友们还很关心 为大家说一下 川普的弹劾案 最近的情况 首先 众议院把弹劾案 终于就被逼无奈的 交到了参议院去 那么参议院决定 严重1986年定下的规则 来审理此案 然后 附加规则 严重的是1999年 弹劾克林顿总统时 所定下来的 附加的规则 就是说 每个人的发言 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不能超时发言 要保证 参议院在预期的时间内 完成弹案的审理 这个弹劾案就这样子 因为现在参议院 在共和党手里 共和党就希望 能在2月4号 川普去国会 进行国庆咨文的报告的时候 在之前 就把这案子解决 最好就10天解决战斗 迅速解决掉 让川普作为一个胜利者的一个姿态 进入国会 民主党知道弹劾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民主党现在要做的就是拖 民主党现在在参议院搞来搞去 我现在看明白了 他们并不是为了要弹劾总统 因为民主党也不是傻子 对吧 他们很清楚弹劾案是不可能的 弹劾总统不可能 但是他们现在就希望脱过2月4号 让川普在国会来进行国庆咨文报告的时候 是一个失败者的 一个嫌疑犯的 这么一个正在审理的 一个嫌疑犯的 这么一个身份的来进入国会 这就是双方胶筑的重点了 所以重点已经不再是弹劾成功不成功了 这个是铁板钉钉的事 就好像台湾选举之前我也说 重点不再是 就是说到底是蔡英文 还是韩国瑜当总统 重点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争得一些立委的席位 能够多保护一些立委 就是这样子 好吧 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严重了这个规则 就导致他们不能够冗长发言 去那拖时间 在弹劾案的审理过程当中 由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兹 担任的庭长 总要有一个人 就好像他相当于把整个参议院 变成了一个法院 法院就有一个法官 在那儿敲锤 对不对 敲对吧 你闭嘴 你别说话 对不对 你说 对吧 干什么 总就有人搞规则 那么就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罗伯兹 作为的法官 作为庭长 来主持整个的法律程序和规则 众议院出来 7个人 作为算是 就是说 现在是检察官 或者公诉人之类的 那么参议院的这100个参议员 是作为陪审团的存在 他们在那儿听 然后最后投票 作为陪审团的投票 就是有罪没有罪 那么需要 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 才能够 就是说弹劾总统成功 这个来讲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好 然后 搞来搞去 对民主党 也有一些损伤 为什么 民主党中 有4个参议员 现在正在竞选民主党的 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然后他们的竞选活动 在整个的审理期间 也必须暂停 也得歇着 除了星期天休息之外 参议院将连续开会 直到最终的投票 也就是说 星期六也得上班 我后面给你讲 你就知道了 可辛苦了 可把这帮孙子累坏 大家给你讲 然后在法庭 作为参议院 辩论结束之后 参议院需要闭门进行投票 然后在投票 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 每个参议员都必须 在自己的座位上站立起来 宣布自己的结论 然后记名投票 这要成为历史的 这因为毕竟是个总统弹劾案 然后至于川普 川普法律规定 不得出席 可以坐在家里看电视 但是事实情况 川普已经前往到瑞士 去达沃斯顿堂了 气死了老头 好吧 三分之二的多数 就说明必须要有67个人 66个好像都不行 要超过三分之二 所以100个人 最后要达到67个承认才行 那么共和党 好像现在在里面中有57个席位 所以就结束了 基本上就结束了 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好吧 从1月21号 也就是昨天的下午 今天我们这是22号 这刚才说这都是美国时间 昨天下午1点 是正式开始的 正式开始的总统弹劾案 首先民主党的领袖 查克舒默提出动议 要求川普提供白宫 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政府文件 共和党的领袖 麦康奈尔表示反对 然后双方开始辩论 但辩论是有时间的 每个人发言多长时间 辩论之后 于1点半开始了 对吧 1点半开始了 到4点39分 第一轮辩论结束 进行投票 53对47 民主党的动议被否决 然后接着查克舒默提出第二个动议 要求国务院提供乌克兰问题的政府文件 又是麦康奈尔表示反对 然后经过辩论 这次辩论时间就短了一点 辩论到了6点31分 就进行投票了 又是53对47民主党的动议又被否决 然后查克舒默又提出第三个动议 要求白宫的管理和预设办公室 提供政府文件 麦康奈尔表示反对 然后这一次的时间更短 到了7点3132分 这次第一个是从1点多到了4点多 第二个从4点多到了6点多两个小时 从4个小时两个小时 到了这后到第三个动议就三个小时 大家都累了 大家都累了 三个小时之后投票 53对47票 民主党的动议又被否决 然后进行晚宴 晚宴后再接着开会 一个小时大家去吃饭 吃完饭之后 查克舒默提出第4个动议 要求传唤白宫幕僚长出席作证 然后这一次就是8点回来到9点多 投票又是53对47再次被否决 然后民主党要求另外两名官员出台作证 这次就进行辩论不到一个小时 10点29分再次投票 53对47再次被否决 然后查克舒默提出第6个动议 这次时间更短 到了11点10分就投票了 53对47再次被否决 然后第7个通议要求引入更多程序 这一次时间更短 到了12点就进行了第7次投票 53对47再次被否决 然后第8个动议 这第8个动议时间差不多又一个小时 然后1点的时候进行了第8次投票 53对47再次否决 然后反正最后就告诉你 最后一共进行了11轮投票 前后差不多都是这么一个结果 11轮投票前面的14全部都是53对47 民主党提出的所有的动议全部被否决 第11次投票 还是被否决 但是是52对48 共产党这次终于有一个跑票了 我不知道是跑票了 还是意思意思 就觉得每一个都是53 到了最后一轮了 那意思就是说 使个眼色 别都是53对47 你看不好看 就民主党共产党这边跑了一票 之后52对48民主党是11连败 所有的动议提案全部都被拒绝了 然后我告诉你 这个整个差不多经过了就是14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最惨的是什么 在14个小时的时间里 参议院的100名参议员必须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然后不许使用手机 不许上网 不许和外界联络 只能在那儿做了14个小时 啥也不许干 因为就好像法庭如果是审理的时候 这些陪审员也不可以跟外界联络 因为怕外界影响你的东西 知道吗 所以陪审团也是被封闭起来了 那么他们作为陪审团 就是这100个哥们全都搁那 100个参议员搁那 然后这里边最主要的就在这 共和党的领袖麦康奈尔就指责民主党 说你们不要脸 知道吗 就是说你们要通过这个事情来瘫痪参议院 知道吗 淹没众议院 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动议 就是说把你的要求和动议捆绑起来 咱们一次性投票解决就得了 节省点时间 对不对 查诺说不行 我们一定要拖到2月4号 川普这个什么 所以我就要一个一个来 就要拖 就是拖时间 就跟你耗 知道吗 我就一个的来 然后最扯淡的是他们第6个动议和第8个动议是一样的 改了一点 又提出来了一次 反正民主党就是要拖时间 要耗时间 就耗死这帮参议员 共和党的意思 就是你一次提出来 咱们一次通票 一次给你干掉就完了 省点事 麻烈的 知道吗 不行 所以变成了一个民主党诚心在这里 就是说你知道以前我们天津有 坐地炮 撒大坡 你知道我坐地上 哎呀妈呀打死人 你那别拉我 那差不多 知道吗 就是耗时间 你知道吗 就是耗 工党的那次 你别耗了 起来不起来不起来 一死一下子 对 工头说发你工资 然后这就是21号 昨天 从昨天一直搞到今天凌晨3点 然后没完 今天接着来 晚上3点多 回家睡着觉 早上前又来了 说从今天开始 参议院有三天 24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三天 把3824 等于每天要8个小时的时间 又是8个小时 给100多个众议员 搁在那儿 还是不许用手机 不许上网 不许和外界联络 搁三天 每天的8个小时 来干什么 让民主党来陈述案情 和弹劾的理由 然后这三天结束了之后 就是说辩方 就是说这边 好像又请了8个律师 要来干什么 来有三天 也是24个小时时间 来进行反驳 然后就是说 100名参议员 要在连续6天 48个小时的时间里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听取双方的陈述和辩论 然后最终来投票 决定总统是否弹劾 当然星期日是休息的 星期日休息一天 剩下的时间 就都得在这搁着 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 最后的结果 你也看到了 对吧 11轮投票 都是同一个结果 等到弹劾川普的时候 差不多也是这个结果 反正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想让我报这个新闻 报这个新闻 就是嘲笑一下民主党 就根本就是在浪费 纳粹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浪费美国的行政资源 浪费国国会的资源 真的就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 我觉得所有的纳粹人都应该谴责他们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花了纳粹人很多的钱 这些参议员也好 来的的众议员也好 全部都是由政府养上 拿政府工资的 这些钱是谁的钱 都是我们纳粹人的钱 民主党为了自己的一己的私利 在做这种丑事和丑行 我们在此强烈的表达鄙视 好吧 那这条新闻播到这里 谢谢大家